《大熊猫宝宝》 出生于2016年7月1日 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 叫做齐果 齐长相可爱 性格活泼 因为头顶有一根 类似WiFi的呆毛 所以辨识度非常高 除了别具一格的形象之外 她还有与众不同的 兔子跳技能 因此齐从小 就是成都大熊猫繁衣研究基地的戴岩熊 2017年2月22日 央视网熊猫频道的 维子布克账户上 发布了一条 名为齐一抱大腿的视频 视频发布之后 瞬间点燃了海外网友们的关注热潮 48小时内 该条视频浏览量超过5亿字 在短短一个星期内 视频浏览量突破了10亿 不仅如此 这条视频还被国内外 超过55家主流媒体 报道专载 一股全球熊猫热 因此如火如荼地 拉开了序幕 而齐一理所当然地 成为了国际化的网红 也因此 网友专门在网络平台 为他搭建专区 他的相关图片和视频 更是在海内外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甚至还有不远千里的粉丝 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衣研究基地 参加他的生日会 齐一的走红 不仅将大熊猫们 憨态可居的形象 向全球的民众 进行了生动的展现 同时也体现了他们 在地球上 长达800万年 生存历史的魅力 通过齐一抱大腿这条视频 大熊猫受到海内外网友的 关注与喜爱 我们也通过大熊猫 这一罪蒙外交官 向全球传递爱与和平 宣扬中国文化 更展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 四十载 在世界影响地上的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